3 2 1 在台中市大家長林佳龍 帶領現場嘉賓腳踩瘋火輪 利用動能轉電能的環保概念 正式點燃了107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聖火 學籍立刻交由火軍手 展開為期十多天的環台聖火傳遞行程 要向全台民眾宣告 全中運即將引爆台中 我們特別從大甲正蘭宮引這個母火 也是代表一種媽祖精神 讓我們透過運動能夠交流 能夠大家分享 也能夠團結在一起 曾在東向國際田徑賽事拿下家機 同時也是全國跨欄紀錄保持人的陳傑 也獲邀出席活動 他也以前輩的身份起面小小運動員 要在體育競技的舞台上 勇敢超越自我 爭取最高榮譽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 超越自己 但是我想說可能在比賽上 可能大家還是會比較緊張一些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專注力 然後放在自己的身上 本屆前中運 預計有來自全國二十二縣市 約一萬五千人參賽 公計有十八項競技項目 昨晚城市台中市 也希望藉此機會 為明年登場的 東亞青年運動會暖身 藉此讓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 運動城市 我來請新聞綜合報導 我來請新聞綜合 我來請新聞綜合 小臣 小臣 小臣